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麥卡錫又是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那當然他有權利去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 台灣也希望說他有國際的空間 所以台灣的總統到國際上去接見任何一個友人 那也是應該的 所以在我看起來這只是一個正常的國際間的交往行為 那中國不應當對這件事情感到氣急敗壞 特別如果中國希望他是一個文明國際社會的一分子 更不應當如此 而且不要忘記那個太陽跟北風的故事 台灣海峽兩岸的距離是固定的 但是兩岸的人心是變動的 所以太多的文攻武嚇打壓 只讓台灣人的人心跑得更遠而已 麥卡錫,你們指贏了 三岸的人心委員 從上去死亡 我們不斷擺成通過 下面的月長 那麼非常小 接下來 我們當然 showing你 他們自己點擊 看看